HELLO 大家好,我是YAO,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在今天這個影片裡面我們要討論一個話題就是 買房跟租房子哪一個比較划算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的頻道的話 Hi,我是YAO,我們這個頻道專門講理財、美股,然後被動收入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訂閱這個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然後按訂閱鈕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影片喔 無論是剛出社會的人或是已經出社會一陣子的人 都有一個念頭就是到底要不要買房子啊 或是有疑問是買房子跟租房子到底哪一個比較划算 因為現在買房子的人越來越少了 但是我們每次回到家的時候老一代的人都會說 趕快去買房子啦 因為你每個月繳的租金20年後你就幫你的房東繳了一個房子的房貸了 所以呢倒不如你拿那個錢去繳自己的房貸20年後 那個房子就變成你的了 但現在房地產還有這麼好賺嗎 首先呢我們要看一個要素就是台灣的房地產的價格呢 是在亞洲裡偏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你就知道台灣的房地產的價格有多高 在越南胡志明市呢你只要200萬起就可以買一棟房子 另外呢在泰國曼谷你只要有400萬起呢就可以買一套公寓 西班牙在數年前呢也跟台灣遇到一樣的狀況 就是他們的房價呢非常可怕 一棟房子呢要不要呢就要1000萬起跳 最後呢西班牙的經濟泡沫就破掉了 所以最近幾年呢 你只要擁有差不多180萬200萬左右呢 你就可以到西班牙購買一套房子 所以呢台灣的房價已經這麼高了 它還會再漲嗎 其實沒有人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是因為現在台灣少子化 所以購買房子的人呢會越來越少 當房子供過於求的情況下會怎麼樣 它的價格呢就會跌 所以現在房價這麼高了 它再漲的機率就有一點難了 當然呢現在台灣的房地產呢 還是有辦法幫你賺大錢的 但是呢你要動動腦加上去上一些房地產的課程 這樣子呢你比較不容易在房地產這一部分虧錢 好那我們來算一下租房子跟買房子那個比較划算 用數字跟你證實一下 但是我要聲明一下接下來這些數字呢 不是我自己算出來的 而是呢我是從商周財務網的一篇文章截取 然後呢我自己覺得這一篇文章寫得很好 所以呢我想要在這個影片裡面跟大家分享 假如說呢你現在又租或是買一棟30坪的房子 然後這一棟房子的價格呢是一千零二十萬台幣 如果你要買這一棟房子的話 你要繳投期款30%就是306萬 然後呢如果你要租這棟房子的話 你就不用投期款嘛 你只要付每個月的租金就是一萬八千元 但是呢如果你要買這一棟房子的話 你每個月要繳房貸35247元 所以呢就差了一萬七千兩百四十七塊 所以乍看之下如果你租房子呢 每個月呢你可以省下一萬七千兩百四十七塊 但是呢有一個疑問是 你租房子租了二十年這個房子不是你的 但是如果你繳房貸繳了二十年 這個房子就是你的 那我們再來算更清楚一點是 如果二十年後呢你就繳完這個房貸了 然後假設說這個房子漲了十趴 在二十年漲十趴呢是有一點保守沒有錯 但是呢你要想一下現在台灣經濟景氣不是很好 所以有可能呢真的只會漲十趴 但是呢台灣的房市真的漲多少呢是沒有人知道 所以在二十年後當你繳完房貸之後呢 你的名字下呢就會有一間房子 如果你把這間房子賣掉了 你會賺一百零二萬元 但是租房子這一邊呢 你每個月繳租金一萬八千塊 然後呢你再把這個差額一萬七千兩百四十七 拿去投資到每年回報率7%以上的商品呢 在二十年後呢你會有兩千零三十二萬六千零六十二元 在你的戶頭下 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差了很多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租房子呢真的比買房子划算很多 但是重點呢你還是要把這個差額去投資 不管是你想要投資到哪個商品 股票啊還是房地產你都要去做好功課 我的建議是花一點錢去上課 不管是幾萬塊還是十幾萬都好 你都要花那筆錢去認真去上課 因為呢為了要省這一小筆錢 然後呢在未來投資購買了一個錯誤的商品 你就賠了好幾百萬這樣子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租房子 然後把那個差額去投資股票的話 你還是要花一點錢去學習怎麼投資股票 或是說呢你想要貸款去買房子 然後將這個房子租出去的話 你還是要花錢去上課學習怎麼投資房地產 這樣子才會提高你成功的機率 好我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每週二四日晚上九點台北時間 都會上傳今天的影片 然後記得按訂閱鈕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影片喔 如果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記得在下面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想要看什麼關於旅財類的影片 然後呢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我們下次見